欢迎大家来到喷茎说明大会 喷茎一般分为四类 松柏类 指的是长绿蒸叶内树种的喷茎 例如黑松 五蒸松 赤松 蒸板 赤板 罗汉松等 杂木类 长绿杂木为黄洋 福建茶 紫檀 榕树等 花果类 指的是可以创作的质养树形 又可欣赏花朵或果实的盆景树种 如杜鹃 海滩 老鸭式 雀莓等 山野草类 指的是多年生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栽培到盆中 其姿态能表现出质养野花的缩影 品种很多 只要姿态叶片花朵能自由搭配 相互衬托就是一盆好的山野草喷茎 分内 完毕 有问题的 先点赞 再次